少年夫妻老来伴 陪伴是老年夫妻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核心 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我们彼此依赖 彼此照顾 还是彼此折磨呢 肯定是前者吗 对 老师 对 你把它关外边了 你有没有想过 就因为这一门之隔 再也不回来了 你扔的时候想过吗 当时没想过 人家不到六十岁的大姐 对吧 人家自己能走能撂的 身体也好 平时自己家务自己做 她凭什么要继续受你的这个气 天天又摔东西 又不关怀我 而且这个离婚的种子 在她的心里 已经埋下了二十年了 她无数次地跟自己说 只要你这儿 有一点风吹草动 您摔个盘子 大姐脑子离婚 您扔个东西 大姐脑子离婚 数千次地浮现离婚这两个字 你知道人是有执念的 当我们一直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极其可能成为事实 现阶段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才是弱势 你懂吗 就是你才是那个更需要被照顾的人 因为你自己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 你这一辈子都是夫人照顾的 你就这样对她吗 她怎么可能照顾你啊 你对我好 咱俩是有爱的 你对我不好 我为啥要伺候你 我也不欠你的 但是大姐 过了三十五年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前面讲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比如说老公喝多了 你在家里伺候她 家里到底应该谁来刷这个碗 这些小事 其实一百个夫妻里面 有一百对是你们家这样的生活状况 我不是说这男人一定就是对啊 但其实他不会影响到 最后婚姻是否走向消亡这个结果 我的建议是 如果他今天态度特别好 他有改的意思 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 因为年纪这么大了 但是可以先分居 可以先不住在一个屋檐下 咱考验考验他 给他半年的时间 看他能不能改好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 没有爱还有勤奋在 能不能改好 能改好 谢谢老师 谢谢 不客气 祝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绝联老师 大哥 为什么你的性格会变成这样 和喝酒是有关的 就是人的大脑里面 甜点 不客气 对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往往不都是原则性的问题 都是日积月累的小事 真的 我看到年二位啊 我一下想到了我的爷爷奶奶 一模一样 我爷爷脾气就这样 我奶奶忍了一辈子 后来我爷爷得了那个老年痴呆 突然一下变安静了 我从小就是觉得我奶奶太可怜了 我每次都跟我爷爷说 我说爷爷你能不能别老这么欺负我奶奶 你干嘛呀 然后爷爷你不懂小孩 我奶奶是什么状态呢 习惯该干嘛干嘛 每天下午约那个三个老太太来 来家里打麻将 看电视剧 直到我爷爷真的是 就是老年痴呆 完全就不认识人 然后变得人特别安静 我奶奶就不适应了 然后直到我爷爷得胃癌走了 我奶奶三年之后走了 这三年我奶奶就经常说 以前就想过一个人清静的日子 我就想一个人过 我受够这糟老头子气了 气死我了 天天摔的东西 但我这三年过得我真的不开心 一种生活的模式 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 你有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是无法忍受 但当你分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更无法忍受 因为你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一段婚姻走了三十五年 到最后两个人搀扶着 一起走向 死亡走向生命的终结 这个到最后的这个情分 不是说一言两语 一个对一个错 就能辨别地开的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婚姻之情 夫妻之情 这一世的夫妻之情 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然后我觉得 您肯定是那种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稍微就是把心放宽一点 睁一睁闭一只眼 当您的心变宽了 他可能也就没地儿发脾气了 没地儿找茬儿去了 你知道吧 他现在是什么 他在找家中的地位和威信 当他把这个东西找到了 他可能就真没地儿发脾气去了 所以我今天更多地想劝的是您 我还是希望夫妻情是珍惜的 如果您要觉得继续在一起的话 调整的就是您自己 咱把心放宽了 对于您 想想未来以后 谁伺候您啊 谢谢老师 脾气稍微收一收 然后知道感恩 好的 未来的日子就还能过下去 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珊娜老师